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經濟下行,壓力大,政策扶持,勢出台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 恆子跌了128點,收報26719點 成交有770億 今天港股回吐,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內地公佈了GDP數據 第三季GDP順於預期,跌至6.0 按年增長6.0 是1992年有紀錄以來最低的增速 市場預期,其實昨天跟大家說過 路透社調查過超過60個機構 中位數是6.1% 現在出來是6.0 不過,總理李克強在本周初的時候 都已經告訴大家 就是經濟下行,壓力較大 其實他這樣說的 其實那個數字都應該稍微弱些 現在出來是較預期弱些 這個去到6.0 令人都比較擔心 會不會跌破今年的政策下限 因為今年預期6至6.5之間 現在跌到6.0 第四季會不會失守呢 聽聽大行怎麼說 高盛出一個報告 立即就這樣說 第三季GDP是6 跟他們預期差不多 但就相信市場預期 即是說他們看得中 他們估計是6 這樣 他最主要是覺得 今年第四季 很可能都會維持著 現在這個水平 即是大概6 即是第四季都不會有什麼好轉 有些比他看得更差的 好像野村一樣 野村就預期 今年第四季的GDP 可能會放緩到5.8% 這個看得比較差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他預計全年的GDP 會降到6.1% 6.1%其實是較2018年的6.6% 低了0.5個百分點 低了半個百分點 不要說不多 其實都很多下 所以 如果真的好像野村這樣看 就真的要小心 所以野村預期 就是說 第四季會再降準一次 會再降準一次 再放水 那降準的幅度是多少 是0.5個百分點 即是50個基點 還有他預期會還有MLF會出台 而MLF出台的利率也會降低 其實本州已經做了一次 2000億元人民幣的MLF 麻辣粉 即是中期借泰便利 利率維持在3.3% 他預期會降低20個基點 即是利率會降到3.1% 即是降低的利率也會放多點水 還有一間行業 就是摩根士丹利 他都預期第三季的GDP 是去到6% 較第二季的6.2%是低的 他覺得是主要因為外部需求和投資所拖累 他還有去說一件事 就是明義GDP 所謂明義GDP 就是GDP這個數字加通脹率 他說明義GDP在第二季 就放緩到7.6% 較第二季的8.3% 低了0.7% 這個注意了 摩根士丹利分析的方法 就是看明義GDP 他說第三季名義GDP是7.6% 較第二季的8.3% 低了0.7% 即是說放緩的速度 其實都很厲害 最主要是因為受到工業價格疲弱所影響 甚麼是工業價格疲弱 即是本周初前公佈了9月份的PPI 即是工業品出廠價格 其實是負1.5% 倒跌了1.5% 即是受到工業出廠價影響 拖累GDP的重要性較高 所以你看到不同大行的分析 高盛其實都算是相對樂觀的 他說第四季維持著6% 野村就估計第四季會到5.8% 摩根士丹尼沒有說第四季 但他就分析說 你看到名義GDP 名義GDP跌得很多 第三季較第二季跌成0.7% 最主要是受到工業出廠的影響 即是工業上高很重大收縮 事實上如果你看到今天所公佈的 即是九月份的工業價格 你就知道為何那些行業會對工業這個部分 那麼緊張 九月份的工業增加值 按年增長只有5.8% 雖然性的預期只有5% 預期跌得很差 也都在八月份加快1.4%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因為九月份其實放了水 但你整體第三季 整個季度來看 七八月份是很弱的 到九月份它降準 放了水出來 所以在九月份的工業增加值 才升到5.8% 預期是5% 亦都在八月份加快1.4% 所以現在如果你結合 摩根士丹尼的說法 最主要是第四季 因為工業部分跌得很多 現在放了水之後 水如果流回實體經濟 就可以撐回去好一點 所以第四季的關鍵就是 工業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好轉回 如果好轉回的 就可以令GDP不會好像野村 跌到5.8% 全年都沒有那麼差 相反如果工業部分 不能好轉回的話 大家要小心 GDP可能會失手6% 會拖累全年 所以會否有政策出台 特別是扶持工業 除了今天公佈了工業增加值之外 亦都有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這個數字 九月份 就是按年增長7.8% 較上月 加快了0.3% 不過這跟預期是一樣的 7.8% 其實如果社會消費品零售 即是那個 內需那裏 那個增幅7.8% 是相對其他東西都叫快 不過還未足以支撐起整個GDP的大局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另外 九月份的全國固定資產投資 按年增長是5.4% 增速是比八月份回落0.1% 符合預期 其實三頭馬車 工業 固定資產投資 和社會消費品零售 這三個數字裏面 是首兩個 即是說工業增加值 和社會消費品零售 是好轉了一點 但是固定資產投資 那裏繼續都是放緩的 好 特別是工業部分 現在因為放水那裏 才刺激它 好一點 是否能夠在第四季 保持著 一路一路好得回 就是決定GDP 能不能夠保住錄的一個關鍵 好了 分析完這個 我相信都是會有一些政策出來 會扶持的 降準仍然都是有機會的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財政政策出台 好了 講完這個大小的分析之後 我們看看股市又如何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 今天這個走勢 今天在高位那裏 兩萬七就頂住 今天最高見過二六九八五 壓力大 也可以解釋為 這個熱兩萬七 遇到少少壓力 壓力有的 還有那個小箱底頸線 二七三六六 應該都會有一定的壓力 現在回到下來 看看能否守在下降軌之上 現在倒過來看 支持要看著下降軌 不要跌穿下去 跌穿下去就轉弱 保持這裏 在增持完之後 還有機會上探兩萬七 以及兩萬七千三百六十六 目前來看都是 短線轉了六燈 不過中線要升破 收在九月十三號高位二七三六六之上 才轉到六燈 國企指數同樣 升到之前前浪頂 九月十三號高位 10700這個位置 就有點阻力了 今天最高是去過10652 沒錯 是下降軌之上 但是也有一些回吐壓力 壓力大 要守在旗上才是好 後市才有機會挑戰頂線位 那也是站在10700之上 才是中線才可以轉到六燈 上映指數壓力更大 因為今天的數據順於預期 上映指數回落了1.3% 去到2938 有少少扭轉了 這幾天上升的動力 那你如果看回這一邊 即是左肩 頭肩底的左肩 它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這次不是隨意 又要複式 又要扭一下 扭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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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一下之後才有機會 再上市這個項線 如果短期來看 千萬不要跌穿 收低於291 即是10月9日的低位 如果收低於291 就可能短線那個 就沒有辦法是綠燈 要轉回黃燈 港股方面 還有一個要留意的 就是人民幣的走勢 近來它在7.05到7.1之間爭持 如果美元對人民幣升上去 即是7.1之上 例如7.12 這些對港股不利 相反如果人民幣跌到去 即是美元對人民幣下跌 人民幣上升到7.05 7這些水平 就會對港股有利 如果這樣 個別股份方面 有兩隻股份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不過 今天的走勢 就不是很爆 可以留意一下 是什麼呢 就是鐵塔 最主要原因 鐵塔公佈了 九個月的營運數據 營業額增長6.3% 不是很多 去到570億人民幣 但是淨利潤 按年增長了97.5% 去到38.7億元人民幣 由於PE很高 增長近一倍 其實可能都預期之內 目前都還是在下降軌之下 大家要觀察 如果能夠升穿下降軌的話 短線才有機會轉好 轉做綠燈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吸納 所以列入觀察名單 另外一隻列入觀察名單 就是國壽 因為國壽發營起 首三季 所以純利增長了180-200% 即是去到357億至397億元人民幣 扣除非經常性的損益之後 純利都按年增長150-170% 即是去到300億至340億元人民幣 扣除非經常性的損益 所以純利增幅也有150-170% 很厲害 又是了 它未突破下降軌 列入觀察名單 如果突破下降軌 也可以少注更進 至於強勢股方面 可以留意石藥 石藥一直都是反覆上升格局 今天再升近3% 收報17.4% 這隻都是逢低 調整的時候可以買入的 這也是列入觀察名單 整體大市來看 GDP順於預期 要等這個政策出台 現在資金可能都會流去一些 有消息的股份 又回到那個模式 就是炒股不炒市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